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著名作家霸气为肖战伸张正义 大方表态永远支持肖战 珍爱客万难 近日 来自某平台的一位著名作家又一次谈到了肖战 这一次并没有分享肖战的作品和舞台 而是霸气为肖战伸张正义 回顾了肖战的演艺事业 坦言从快乐大本营就看到了肖战 从无感到为肖战伸张正义 再到彻底欣赏肖战 都是美好的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文章后面 这位作家更是直言会永远支持肖战 这是对肖战的真爱 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据悉 有一位著名作家在网上发文为肖战伸张正义 介绍了自己认识肖战的全过程 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艺人到如今人尽皆知的大明星 肖战克服了非常多困难 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 另外这位作家还谈到了肖战被网络暴力的经过 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 这种事情的发生更加坚定了大家对肖战的选择和支持 彼此之间充满着信任感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认可和支持 作为顶流巨星 也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肖战不应该被诋毁和造谣 毫不夸张 越是诋毁 取得的效果越是适得其反 肖战光明磊落一身正气 注定肖战可以无所畏惧 勇往直前 总之感谢前辈老师对肖战的支持和认可 肖战不会让观众失望 这段时间肖战也一直都在剧组拍戏 相信肖战可以继续为观众们带来好作品 作为小飞侠的一员 非常激动 也很开心和幸运 就是一句话 未来携手并进 肖战非常优秀 值得信赖 肖战射雕英雄传又夺冠 高票当选观众最期待新片 上映必火爆 近日 青年演员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又一次取得佳绩 在不经意之间肖战总是捷报频传 这一次是肖战射雕英雄传成功夺冠 高票当选为观众最期待的新片 6万多观众都投给了肖战射雕英雄传 举世瞩目 备受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非常受关注 上映必火爆 还是同步上映 据悉 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又一次夺冠了 高票当选为观众们最期待的新片 看起来这部电影上映必定会非常火爆 徐克导演和肖战强强联合 还是致敬金庸老师的大制作 演员阵容很强大 制作班底同样不容小觑 要不然也不会全球同步上映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的作品一贯如此 是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演员 肖战的作品和角色没有问题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的态度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 一直都在期待电影上映 迫不及待想去电影院里看肖战的作品 想一想都非常激动 其实肖战的好消息远不止这些 肖战新剧《藏海传》也是爆款 根本关注不过来 总之恭喜肖战 也恭喜剧组 网上爆料这部电影会在7月暑期当上映 目前并没有官宣 因此还是安安稳稳等待官宣 非官宣不约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人尽皆知的正能量偶像 未来的肖战只会更加优秀 演艺事业会更加精彩 肖战未来可期 和肖战并肩前行 肖战猫人销量在破新高 品牌主播透露库存已被抢空 肖战太顶 近日肖战代言的品牌猫人 一直都是大热门 品牌方也每天都在更新肖战的动态 数据方面都非常豪华 更重要的是 肖战猫人代言品牌的销量在破新高 当日就有十几万人在线下单 品牌方的主播在直播过程中透露库存早就被一抢而空了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就这样的影响力 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顶 据悉 肖战猫人新代言品牌的销量在破新高 品牌主播在直播过程中透露存货和库存已经被抢空了 目前开始预售 很早就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作为世界范围内的顶流巨星 也是人尽皆知的国际巨星 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也是意料之中 不足为奇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赞叹肖战强大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带货能力更是首屈一指 非常顶 另外大家纷纷晒图 还调侃肖战就是有一种魅力 想让自己为肖战花钱 肖战的选择值得信赖 跟着肖战买准没有错 不会失望 总之向品牌方表示祝贺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携手并进 为朋友们带来更多的好品牌 肖战是顶流 更是一位专心致志拍戏的实力派演员 这段时间藏海传剧组热火朝天拍戏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也在路上 应该很快就要见面了 拭目以待 信任和支持肖战 肖战未来可期 顺顺利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